朋友们 这是一个迟到的视频 库达威林基里这个我三月就去了的岛屿 由于近几个月他们一直在加装私人泳池 现在终于完工了 所以他的探照视频才拖到现在 这个2021年才开业的奢华新岛 在中国虽然一直挺冷门的 但这个大蟹湖冲浪岛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吃的也不错 其实有那些对浮显要求不高的坦拍一煮 那它是不是你的菜呢 今天就跟着我来全面了解一下吧 视频创作不一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 但三年这对我们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而规矩我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注意分析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直接调整到相应的位置观看即可 库达威林基里目前由印度的马法集团经营管理 这是一家大型的集团企业 在建筑房地产酒店的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 它本该是新加坡著名奢华酒店品牌GHM旗下的车底酒店 本来就要开业了 后面却因为一些原因撤牌了 不过整个岛屿的布局设计依然保留了下来 所以这会是一个颜值很高极具设计感的奢华酒店 我们来看街机部分 库达威林基里目前在马来机上暂时还没有街机柜台 不过他们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出现在你下车的门前 主打一个完美衔接 然后就拿上你的行李直接去到码头做快艇 非常丝缓 我们居然忘了拍快艇的视频 那就借用一下别人的吧 这也算是豪华快艇了吧 有空调 WiFi 饮料等 不过我去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空调的那种 可能他们有好几艘快艇吧 由于路途本身不算远 舒适度还是挺高的 库达威林基里距离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微信地图 道路位于马来以北的北马来环郊 距离机场仅25公里 30分钟左右的快艇即可到达 非常方便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邪乎的 左边下面的海浪都很大 这里也是著名的冲浪点 这是实拍图 如今的植被还是比较茂盛的 中间黑黑的是一些礁石 可以进行蹲潜 其他区域特别是水屋那边 全是晶晶地图的 绿松石邪乎 漂亮极了 怎么拍都好看 旁边有一个居民到但还好 几乎是不会出现在房间的视野之中的 由于库达威林基里本身离马内已经很近了 所以双导游的话还是建议回马内中转 关于岛屿的基本概况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 简单介绍一下 复杂威林基里于2021年6月6日正式开业 会于交通便利的北马来还叫 30分钟快艇即可到达 这一壮观的度假村拥有一个田园师班的位置 靠近世界上最好的冲浪点之一 目前全岛总共有76间房 所有房型标配私人泳池 4个配置豪华的餐饮场所 雪茄酒廊酒吧等也配备齐全 复杂威林基里是一个注重自由和隐私的 静谧之地岛屿宽广 房型丰富 整个度假村设计优雅精致 时尚简约 岛上娱乐设施丰富 还拥有独立的专属斯巴岛 150米长的公共泳池异常壮观 是你拍照打卡的居家之地 度假村注重时间和空间 可轻易满足各种里头的不同需求 非常适合情侣家庭或朋友 并使你的每次旅行都独一无玩 咱们来到住宿部分 全部升级后的库达威林基里 仅剩下了七种方形 而单卧方形只有两种的 杀水各一种 还没有分朝向 我就喜欢这种简单明了 房间面积都在150平米以上 标配私人泳池均可入住小朋友 我们先来看看 我这次入住的沙滩泳池别墅 它们其实是有分海洋和泄湖朝向的 不过在事业上的差距很小 入口处只备茂盛 还有单独的绿植通道 每间房都会配备有一代房间号的单车 进门后给到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很素颜也很高级 极简插进风的味道 挺舒服的 电子灯光总控 电动窗帘 回音币等 现代边面设施 是有配备齐全很方便 开放室的洛丽窗设计 拥有极佳的泄湖海景适应 很出篇 不过这也会牺牲掉一些私密性 有利有弊版 怎么样 库道微人机的房间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大屏层的极简设计 颜值还是相当高的 大伙比较嫌弃的是 房间内没有吊扇 所以能让你迅速降温的 就只能去到室外直接淋浴了 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别墅 他们均位于广袤的绿松石细壶之上 好看极了 远出大片 类似的话 虽然没有完全套娃 但是在整体风格上 还是和沙屋保持一致了 简约而不简单 全景大陆的窗的设计 拥有极佳的采光和视野 露台区域很棒 吊床 餐桌 日光仪等流行元素 都配置齐全 如今网窗已经全部更换为了 这个尺寸还不错的私人泳池 再搭配上绝美的蟹湖 大气又好看 总的来讲 库塔威灵基地房间 在设计上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颜值很高 但大陆上大谢湖背景拍照会非常好看 我会推荐你沙水都体验一下 至于朝向好像都没差 好看就完事了 我们来到餐饮部分 在岛上我遇到了几对中国客人 说到吃的他们都很满意 给出了干饭导的评价 库塔威灵基地配备有五个餐饮场所 很有特色 更满足来自全世界不同口味需求的回客 我们还是通过视频简单介绍一下 主餐厅拥有田园师班的海滨景观 早晚餐开放 该餐厅有着三个别致的用餐空间 晚餐则会有不同的风味菜单 拜尔主打传统美式牛排 Earth擅长亚洲经典 欧喜则为你带来美味的欧式海鲜 早餐时段会给到客人一个不错的用餐氛围 取餐区域虽然不大 但是无论是菜品还是摆盘都很精致 该有的都有的品质很高 咱们来到主泳池区域的The Hawkers美食会 这会是你另一个主要的用餐区域 这里是有三家特色餐厅和一家泳池酒吧 Spice主打印度阿拉伯美食 East顾名思义主要提供泰国和韩国菜肴 MID则擅长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混合美食 免费的冰淇淋车也会长期在此游泽 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我们在此吃了几次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顿泰国晚餐 主厨是一位地道的泰国人 还有一点中国血糖 会说一点点中国话 特别是东鹰公汤 辣的很正宗 强烈推荐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轻柔浪漫的音乐 加到好处的灯光 不定期的星空影院等 氛围安静 而无比日经美食餐厅位于浪漫的海边 广餐开放 主要提供日本和秘鲁的融合菜养 我们来吃了一顿 餐厅很安静 品质很高 食材很新鲜 日料嘛确实不是我的菜 品鉴肯定就外行 最后我们来到海滩俱乐部区域 这里配置有一个豪华休息室 一间图书馆 以及一间雪茄酒廊 休息室很素雅 还配备有丰富的咖啡茶自助选择 玩意很好 图书馆内不仅有丰富的经典藏书 绘画 还有一张长桌 很适合小团队进行一些桌游 或者头脑风暴的活 铁家酒廊仿佛瞬间把你带入到了一个高级会所里 复古的装修风格丰富的雪茄藏品很有品味 绝对是雪茄爱好者们的最好 怎么样 知道为什么库大威灵机会被叫做干饭党了吧 餐饮场所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你可选择的风味却非常丰富 而且都还是一些世界主流的美食 所以你会吃的很快乐 这段环境部分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印象 片刻深 整个岛屿都位于大块精英剔透的 御宋石泄湖区域之中好看极了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水草很难得 植被虽然没有那么的茂盛 但清澈也算合格了 打理的很整洁 细节不错 大泄湖岛建议大家尽量在涨潮的时候去盘 因为退潮时水太浅 以至于很多地方看起来会有脏脏的感觉 随微上去了之后的颜色就非常漂亮 目前的话西湖中央那片黑黑的会是一些礁石 小鱼儿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你可以进行一些蹲潜 既然没有海沟 咱们就去到库达威廉基里著名的冲浪里看看吧 这个是马带为数不多的 可以不用出海就能冲浪的点 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天然形成了这完美的冲浪环境 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冲浪艺子 不冲浪的游客推荐大家日落时分来到这里 点杯鸡尾酒欣赏日落的同时 还能体验到马尔德夫同意激情的 总之库达威廉基里是标准的西湖的 西湖的面积颜色颜值绝对位于马带的顶级水平 秒出大片 肤浅的话咱们就没办法要求只能出海了 不过冲浪点的体验是真的不错 咱们虽然不会玩 但是那种激情还是能感染到你的 复杂威廉基地的SPA馆 唯一单独的一个小岛之上 我们是早上去的 水位低的时候确实不太好看 防荡堤也很粗 毕竟外设就是冲浪区域了 该水疗中心就是围绕着海浪深来设计的 配备有8个独立的海滨水疗别墅 专业的治疗师会通过东方古老的传统记忆 让你沉浸在绝对放松的状态之中 四大威廉基地的 非机动水上项目 浮浅装备等 都是可免费租借的 大卸富岛嘛 水上活动自然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出常规的皮划艇 江板 无动力 双体船等 我还看到了水中自行车 这种好玩的大玩具 推荐你在不晒的时候去玩嘛 室外还有小型足球场 网球场等 室内则有配置齐全的健身房 瑜伽室等 设施都很行 水下的话就很精彩了 北马的环郊也是马带潜水开发最早 也是最为成熟的环郊之一 一直需要把需求告知给潜水中心的 专业教练 他们就能带你领域到 马带无与伦比的海底世界了 对到威灵基地 严格意义上来讲 并没有儿童俱乐部 这里算是一个活动中心 不仅仅适合小朋友 也欢迎各个年龄段的客人 市内外的设施设备齐全 你可以自己玩 也可以跟着酒店专业的团队 参与到充满乐趣的游戏活动中来 并度过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 软件服务部分 说实话上岛之前 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毕竟库达威灵基地 目前并不是国际连锁酒店管理的 而且还是2021年才开业的新岛 不过上岛体验了两天之后 酒店整体的服务管理磨合程度 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无论是管理层 还是一线员工 管家甚至是厨师等 都很热情 他们也很愿意和你分享一些趣事 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豪感 是能感受得到的 据我了解 韩国目前是库达威灵基地的第一市场 中国客人比例不高 不过酒店还是配备有中文服务的 管理层和我聊天的时候 也表示非常希望 更多的中国客人能来到这里 我开玩笑的讲 那你的套餐价格 是不是应该优化一下呢 我们来看价格 库达威灵基地把所有房间 都加上了私人泳池后 硬件部分确实升级了 价格吧 自然也会是水涨船高 2024年5至9月 两沙凉水或者四水 早晚餐两成的酒店费用 大概在3万的样子 10至12月3.4万左右 12岁下小朋友正在还不错 价值200的税费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 就是有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 性价比打不过一众一价全包倒 早晚餐又有各路 国际连锁酒店的围剿 所以还是很难啊 不过以他们目前的市场占比 好像也不太希望成为报告 总之库达威灵基地 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酒店 它虽然拥有颜值很高的房间 绝美的细湖 高品质的餐饮 但它却没有国际连锁的背书 也没有咱们中国市场喜欢的 浮浅和水飞 价格还不愿意妥协 所以它注定会是一个小众岛屿 这点和之前做过的卡吉有点类似 所以如果你恰巧喜欢的是一些 小众精品酒店 又对浮浅要求不高 只喜欢拍拍美美的照片的话 不达威灵基地 还是值得你考虑考虑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币三连支持哦 也欢迎转发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记得我们宗旨 做自己的网专家 喜不喜欢自己说事 我是毕叔 我们下期见 拜拜